声波是由于绝热和绝热负荷而在介质中传播的能量形式 描述声波的重要量是声压、粒子速度、粒子位移和声音强度 声波以特征声速传播,取决于它们所通过的介质 声波的粒子包括从扬声器中听到的可听声音 以声速在空气中传播的波、地震波、穿过地球的地面震动 以及医学成像中使用的超音波、穿过地球传播的波、身体 声波是由于绝热和绝热负荷而在介质中传播的能量形式 描述声波的重要量是声压、粒子速度、粒子位移和声音强度 声波以特征声速传播,取决于它们所通过的介质 声波的粒子包括从扬声器中听到的可听声音 以声速在空气中传播的波、地震波、穿过地球的地面震动 以及医学成像中使用的超音波、穿过地球传播的波、身体 特征声速取决于声波传播的介质 例如,空气中的声速约为343米每秒 水中的声速约为1500米每秒 钢材中的声速约为5000米每秒 给定介质中的声速由介质的特性决定 例如密度、弹性和导热率 声波的一些粒子包括从扬声器中听到的可听声音 以声速在空气中传播的波、地震波、穿过地球的地面震动 以及医学成像中使用的超音波 以声速传播的波、透过身体、声波的其他范例包括 1.次声波 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波 2.超音波 频率在20赫兹到20kHz之间的声波 超音波在医学影像中用于多种诊断和治疗目的 超音波在医学影像中最常见的一些用途包括 1.诊断影像 超音波可用于产生身体内部结构的影像 例如心脏、肝脏和肾脏 这些影像可用于诊断和监测多种疾病 包括心脏病、肝脏疾病和肾脏疾病